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会不会跟着重挫下杀呢 我想很多人的一个担心 当然是难免 但是在这个地方我要告诉大家的是 其实后续的行情并没有那么的一个悲观 也并无需那么的一个担心 为什么 因为你想想看嘛 景气 第四季的景气好不好 第四季的景气还是非常棒 外资跟业内的一个法人 他们的一个下场目前的一个心态怎么样 目前还是持续的一个这样 持续的一个看多的一个后市的台股并没有改变 还有最重要的是什么 你可以看到为什么在昨天美股下杀的过程当中 但是今天的一个这样 今天大盘指数只是小跌 而且欧帝斯指数还是怎样 开低马上就怎样 走高拉上来 它代表着什么样的一个含义啊 你自己想想看 你看啦 既矽金元爆价上涨 合金中美金连妹的一个大早上来之后 那么你想想看喔 最近啊 MOSFI 尼克森大宗 哇 今天都怎样 最近都纷纷开始怎么样 接棒上来 包括未未一品牛肉面位数啊 你可以看到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位数啊 今天也是怎样 再度的一个亮灯的一个涨停板 再创新高 甚至平概股 你可以看到包含美丽昨天公布的一个地生记的一个财报 赚了3块多 哇 今天马上就怎样 马上就亮灯涨停板 还有AI概念股 创意 联花科 今天也让大涨再重新高 甚至6月12号当时我老师送给大家的一个海拉股的一个抗控KY 哇 今天亮灯涨停板已经来到多少 300多块 已经来到300多块 包括还有很多很多的一个 股票啦 今天也都纷纷的一个这样 纷纷的一个大涨 那么为什么这些的一个股票它会大涨呢 如果说没有人要做的话 这些股票会涨吗 你觉得审户拉得动吗 这谁在拉的 他们的一个目的是为了什么 所以你会发现嘛 旁边上的一个类股跟个股都还是维持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这样 轮动的格局 不论是筹码面 景气面跟技术面 都还是非常非常的一个健康 那么重点来了 重点来了 重点来了 在这个地方震荡整理了一个将近八天的一个时间 在整理啊 进入的一个尾声啊 即将怎么样 摊牌 那么这一次的一个摊牌 这次非常的一个关键 这一次的一个人 这一次的大盘指数 有没有机会再怎么样 再继续的一个大涨上去 还有这一次如果再继续大涨上去的话 那么他可以怎么样 跳的多高 后世的一个这样多头的一个行情 还可以延续到多久的一个时间 这些你是不是要知道 想知道 来 礼拜一 11月30号 我们特别在这个礼拜一 这是一场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的一个讲座 所以为什么要选在10月底礼拜一的一个时候 因为紧接着又到了11月嘛 当时候10月份 9月底刚开始的一个时候 我就跟大家说过 光辉的10月 10月一定是非常非常的一个常烂 那么果然光辉的10月现在快到年底 快到月底了 果然是怎样 非常惨呢 如果我们的规划一路的一个让 的一个跳上来 那么跳上来之后后面的一个行情 他会怎么走 想不想知道 想知道 10月30号 礼拜一晚上7点钟 晚上7点钟 我们特别在台北 我们加开一场投资 关键的一个教学的一个讲座 如果你想要把握接下来的一个行情 光辉10月之后 接下来光棍11月的一个这样 精彩的一个行情 那么在这一场的一个演讲会场上 老师来告诉你 包括下一档的日三 下一档的一个合金 到底在哪边 各位今天的同志朋友 说到合金 你可以看看 这一波的一个合金 老师一路以来跟大家做分享 几乎每天都来告诉你 很多人看到股价的一个拉回 好多的一个专家都告诉你他会跌 好多的一个专家都告诉你 怎么样 这个地方 就是一个让放空的一个时机 结果你可以看到 当天9月29号 25块9毛5 当天25块9毛5 最好的一个机会 我告诉你发大财的一个好机会 你可以看到你当时候跟着我的一个脚步 当天不啰嗦先试驾买进三成再说 今天不是只有买一张买一成 不只是买一张成 而后面还持续加码到多少 持续加码到五成 一路买我相信你都看到了 中间的一个价差我们怎么操作 这是我们会员的一个 我们会员的一个潜意 但是重点是 你如果找一步跟上我们脚步的话 你看当天 你随便你买个100张就好 买个100张 不过花你才多少260万 你可以看到昨天创新刚来到39块4毛 这样一波大涨上来 足足大涨了多少 如果从26块到39块 就大涨了多少 大涨13块 一张13000 10张13万 100张就是130万 你只要跟上我们脚步 就可以让你开开心心 大赚130万 100张难得的好机会 你看老师来邀请你的时候 当时候只要你懂得做把握的话 你看你今天你的一个心情 你很happy 你很开心 但是如果你当时候 你错过了 因为你自己内心的一个害怕 担心 而不敢买 没有跟上我们脚步的人 那么现在的合金大涨上来之后 下一档的合金在哪边 想知道演讲会老师来告诉大家 包含了一个魏魏一品流浓蜜也是一样 你可以看到这一档的一个位数 你现在都看不到什么 任何利多的一个题材 这才恐怖啊 这才恐怖啊 你看不到任何利多的题材 但是股价已经飙到多少 37块4 今天亮灯涨037块4 但是为什么 当时候在市场上没有人看好的时候 我们在19块8 8月24号 我相信啦 魏魏一品流浓面 当时候我也告诉过大家 我也跟大家来做分享 我说魏魏一品流浓面 但是你人在哪边我不晓得 你可以看到 如果你早一天跟上我的脚步 今天的一个魏魏一品流浓面 不论是合金也好 不论是魏魏一品流浓面也好 你看魏魏一品流浓面 今天大涨亮灯涨天 将近多少 将近九成了 将近九成了 你也都看到了 就像立山一样啊 你可以看到立山啊 在5月16号22块 我们买进去 6月1号的时候 6月份标普奖先开 甚至老师还领先市场 事先送给大家 刚时候有拿到这份资料的投资朋友 好几百位的一个粉丝好友 也都可以帮老师做现证 你可以看到这一路以来 我们怎么带会员朋友来操作的 不是今天说只有买一笔耶 如果只有买一笔那一种做生意啊 或者是只是看涨缩涨缩涨 这些对你有什么帮助吗 你自己想一想 但是你可以看到 我们就是这么的一个十字在在 带着我们的会员朋友 一路开开心心来赚钱 从22块到这一波来到六字头 64块5 足足大涨了将近两倍 其实这些你都可以赚到了 但是你能在哪边呢 我并不晓得 如果这些股票你错过了 那么下一档的一个核三 下一档的利金 下一档的核金 到底在哪边 你想知道你想把握的 那么你拜一这一场的一个 关键的一个讲座 你就非来不可 现场老师啊 大方无私 直接公开跟你做分享 直接跟你做验证 老师把标股送给你 让你可以 你在十一月份 如果错过了这么难得 光会十一月 你在十一月份 可以跟着我们脚步一起开开心心来赚钱 不只是核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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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只是 如果我们领先市场告诉你 甚至在十月十四号的演讲会场上 以及工商时报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竞赛里面 我老师直接公开跟他做分享 当时候股价在多少 四十六块八 结果 不都说 马上就是怎样 一路不要涨上来 连标三更的一个掌停板 十月十八号打开掌停 甚至我还敢买 为什么我敢买 因为老师看到他的未来 老师看到他的一个前景 甚至十月二十号 当天开地压下来 六十四块七 我还是怎样 带着我的一个会员朋友 我继续来做买进的一个动作 你可以看到昨天压下来 好多人看坏 但是今天呢 今天涨停板 为什么今天会涨停板 各位啊 你想想韩讯啊 受惠于电竞笔电 还有比特币 带动高阶显示卡的一个需求 第三季光是单机 第三季就赚了五块五毛一 相对而言 郁君光 我不是叫你去买郁君光 郁君光你现在不能碰 郁君光 第三季因为受惠苹果价值 第三季赚了四块五毛七 比韩讯赚的还少 但是郁君光从四十七块三 一路飙到多少 飙到五百九十六 飙到五百九十六 足足大涨了十一点六倍 但是你想想看 韩讯啊 韩讯啊 在一波飙涨上来 现在的一个股价 不过在七至头 才在七十几块 第三季的一个获利大赚 五块五毛一 比郁君光赚的还要多 那你觉得呢 你觉得韩讯的一个股价 会就这么的一个结束吗 当然是不会的 所以今天不啰嗦 就是亮灯涨停板 就是再度的一个亮灯涨停板 真的是恭喜大家花大财 恭喜我们全国所有的一个会员朋友 所有的一个9M的粉丝的一个好友们 你可以看到 老师领先市场告诉你 我常说唯有啊 能够领先市场 才能够带你啊 创造真正的一个获利 包括软板的一个台阵也是一样 上一波我们大赚特赚之后 你看这一波杀下来 杀下来好多人就开始在恐吓你 好多人告诉你什么苹果i8 i8 plus不如预期啊 销售不如预期啊 哦 所以这些的一个产品概股你要小心啊 当然这些都是已知的讯息啊 这些我们也都知道嘛 不然为什么高档我们要怎么样 把获利给他放进口袋里 但是下杀下来的一个时候 非常难得的一个好聚会市场上 大家就一片看坏 要有一片悖观的一个时候 我们要领先市场来怎么样 来减败女傅 我也告诉过你 很难得来到108 这么难得的一个好聚会 你是不是要懂得做把握 今天如果说你懂得做把握 你看今天双小主体拉上来 今天再度大涨上来 128.5 再度大涨上来 如果你懂得做把握 足处大涨了20.5块 将近又多少 又两成啊 这些你都看到了嘛 那么现在大涨上来之后 后市的一个行情它又会怎么走 你想想看哦 同样是平开股的一个看工 上半年不过才赚0.44块 你看不出业绩的一个大湖的一个成长 但是受惠 因为它掌握到苹果 关键的防水深掘的原件 在苹果的一个加持之下 你可以看到这档股票也是我们过去 6月12号老师跟他分享的一个股票 送给大家的一档的海料股 当时候126 今天亮灯涨停板已经来到335.5 你想得到今天的一个股价能够大涨上来吗 能够如此的一个飙涨吗 你是不是想不到 但是为什么我们可以掌握得到 而且是领先市场 老师把最好最棒的一个股票 来送给你 那么相同的一个台区 9月份啊 营收一举突破30亿元大关 创历史的新高 第三季的一个财报现在公布出来 也如我们的预期 大赚了3.48块 营运获利大成长 第四季的营运还要看好 那么你想想看 今天的一个台区大涨上来 它会就这么的一个结束吗 甚至包括GS的一个夜城 高档我们获利换口袋之后 现在杀下来 现在杀下来 再探奔营仙 你觉得像这样的一个股票 未来有没有机会 如果未来大盘还要再上涨 那么你想想看 接下来的一个苹果要不要接班 接下来的一个苹果 不论是鸿海 不论是台郡 不论是GIS夜城 接下来这些的一个股票 有没有机会再大涨一波上去 有没有机会再创新高 未来他的一个上涨 又渴望上看到哪边 想知道想把握的一个投资朋友 礼拜一 礼拜一晚上七点钟 老师特别加开一场讲座 台北演讲会 台北演讲会 那你如果想把握的话 那你这一档的一个讲座 你就非来不可 晚上七点钟在台北 那现场老师还有两档隐藏版的一个 华人的一个作战股 老师也会大方无私 直接公开跟大家来做分享 如果说你很久已经没有赚到钱的一个 没有赚到钱的一个投资朋友 没有那一种赚到钱的一个许悦的一个投资朋友 那么你就来会场上 让赢家来帮你 圆梦计划报名 你可以拨打这个电话 23219933 23219933 跟我们现场旅专人员 来做一个预约报名登记的动作 那座位有限 真的你想把握的话 报名 真的是要赶快 最后祝大家 操盘顺利赚到钱 我们明天同期时间再会了 拜拜